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午好 我是阿海 我现在迎南起敬农村 我们来看一套农村的房子 这个农村的房子呢 是二层的小洋楼 一共有两栋的 还有一带院子 还种了水果树 不过世界挺开阔的 那个房子挺大的 还带一些块菜地 旁边这条果图啊 上面都有结满的果子 是雷啊 还有花椒这边 这个房子呢 4000块一年 不过是它里面堆的杂物 还没收拾出来 收拾出来它准备出租了 带大家了解一下这边的环境 然后看一下周边怎么样 然后我们再带大家看一下 那个农村房子是什么样的吧 这边是门前啊 这边是停车 这边还有果树 那个是迅树 这边是枇杷树 核桃树啊 都是些果树 这边长长的都过去 然后这边都是农村啊 看一下这个房子 后面长长的绿色 这是它门前的 这一条可以用的 是比较长的 我觉得可以坐一个长廊 或者坐一个凉亭在这里 挺舒服的 这个房子呢就是这样 二层的 小洋楼啊 前面后面都有啊 前面是二层 后面有二层的 我们现在进去看房子里面 进门这边是一大个客厅啊 它有冰箱 它以前放杂物被它收掉了 以后老人说是 他要把东西收掉了再出租 应该过来多久就可以收掉了 老人正在扫地啊 这个是院子里面 这边是一个厨房 就那些杂物啊 也是用那个老的灶 这个是院子里面 后面是放了十米瓦房椅的 上面一个阳台 一个天桥上去 一个楼梯上到前面一栋 后面一栋 我们现在从后面这栋看看啊 直直的过来 后面一栋是旧一点的 好的好的 这边是堆了些杂物 它要收掉 好了 你们先进去吧 它是太关门了 嗯 这个是厚院啊 很厚院 它种了好多这种无花果树 就是这种无花果 好多无花果被鸟捉了吃掉了 看一下长长的这一条 这边是核桃树 嗯 这是厚院 这边是小路 车也可以开进来啊 每家每户的人 可以种这种无花果的树 看一下这边 哇 这个高的是春树 核桃树 无花果 还有一些花草 哇 这是太茂密了 后面收拾一下 还是蛮干净的 可以看一下无花果 接了好多啊 看一下楼梯上面 这是烟子里面 这边是厨房的一个烟囱 这是后面那栋 后面上面都是做了防水的 这边可以做一个楼梯 上到阳台 我们现在往这边看 看后面这边 我再看一眼 哦开了 哦好多灰 嗯对 有沙发 嗯对啊 柜子挺多的 嗯 看一下这个房子后面 哇这个床是西蒙斯 1米5 8的 这个床是石木的 这边有个小的 梳妆镜 这边是有柜子 后面这花 太茂密了 长到顶的窗户上了 长了一些叶子花 嗯对 后院里面 摩采光挺好这个房子 嗯对 这个房间还可以啊 嗯 看一下这个 这个二楼这一间呢 卧室挺大的 前面的这个卧室 跟后面的卧室挺大 这边是走廊 看一下这边 这边一间更大了 应该四五十坪呢 非常的大 他堆了一些杂物 当时要租的房子呢 他这杂物都收掉了 不要的东西他都可以收掉了 两张床 往这边看呢 看到眼处的风景啊 下面是燕围 这个燕子里面 直直的这一条 绿色的 他放在堆的一些砖这里 这里都可以用起来的 门前呢 就可以停车 上面还有果树 可以看到那个雷树吗 全是果子结盘的 现在只有雷树长的 眼处呢 就是大棚菜 中的蔬菜 还有水荷花的 这里其实水相当于五六公里 这边就是山边的 环境挺优美挺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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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